没错 台湾总统蔡英文到美国和当地政要会面 除了激怒北京政府 也挑起了台湾当地同派分子的敏感情绪 超过300人就发动抗议 狠批这场卖菜会实则是卖台会 典当台湾主权破坏一中原则 还抨击蔡英文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根本就是引狼入室 点燃台海危机 高喊两岸一中口号 台湾总统蔡英文到访美国反台之后 保岛数十个政党和团体就在桃园机场举行反台独抗议 批评蔡英文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卖菜会 其实就是卖台会 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指出 蔡英文为首的台独势力与美国勾结 把台湾当作是抗衡中国的战争棋子 表面上说是得到美国的保护 实则让台湾曝露于危险之中 做请台湾人早日清醒自救 今天蔡英文回来的不是关门关门的 而是给世界的东亚和平 与两岸台湾和平 带来了更大的威胁 美国把台湾当情绪 民进的政府总的就是卖台的办法 对谁卖台 对美国人 抗议者认为台湾有更多迫在眉睫的问题 像是通膨高涨 生活费不足这一些百姓难题都还没解决 而蔡英文却置之不理与美国勾结 让台海局势升温 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主席王正也认为 台湾能让年轻人发展的空间十分有限 因此认为蔡英文应该促进两岸关系 让年轻人能借助中国这个更大的平台 大展拳角 民进党他们严重的破坏两岸一中原则 不承认九二共识 在过去这些年来 导致两岸大幅的倒退 两岸的经济合作 两岸的社会交往 也跟着进一步的倒退 让台湾年轻人 他们失去了一个能够在两岸融合发展的竞争当中 可以利用好运用好大陆的舞台 来进一步发展个人的机会 那么到了现在 蔡英文民进党又要把年轻人送到战场去 大家都非常的惶恐 非常的担忧 蔡英文在去年12月宣布的兵役改革政策 让义务役从现行的四个月延长到一年 此举引起了统派年轻人的不满 纷纷认为蔡英文是为台海危机做准备 一旦发生了军事冲突 就把年轻人送往战场 抗议者觉得只有两岸和平统一 才能保障台湾的民生福祉 他们说现阶段会理性温和抗议 但如果在未来 民进党真的把台湾卷入战火之中 那他们绝对会群起反抗 维护自身利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